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Pi币 那这边就由我来跟大家做介绍 Pi币其实就跟现在大家知道的比特币、比泰币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属于虚拟货币 是一种新型的加密货币哦 那Pi大家都知道是圆周率 也就是3.14 那因此Pi币诞生的日子也就是在3月14号 2019的3月14日 那顺带一提爱因斯坦也是3月14日生的哦 你们知道吗 那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它跟Pi币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没有关系 纯粹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知识型的YouTuber 接下来我要说的东西都是由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 所以说如果有语句或者是文法上的不通顺 就请各位多见谅啦 Pi币就是为大众所开发的 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来挖掘Pi币 那Pi币它是由一个社区团体来维护以及保护的哦 它并不是像我们的新台币 是由国家政府来保护的 因为大多数的虚拟货币 像是比特币以太币 一般的民众都难以获得以及交易 所以才会有Pi币的诞生 Pi币的核心肯对 由史丹佛多名博士一同开发 现在录影的当下 全球已经超过有1000万人的勇物楼 也就是现在Pi币处于开发的最后阶段 主网即将开始上线 一旦主网上线了也就是Pi币可以开始正式交易哦 那所以现在这个时刻也就是给用户 最后发放福利的时候啦 因为现在提供用户完全免费的挖掘 他们成立Pi币的宗旨就是希望 Pi币能是一个低标准 低成本 人人都可参加的加密货币网路 只要有手机下载官方的APP 就能进行挖掘 当然如何安装 我会放在下方的链接 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到下方的说明栏看看哦 那回到正题 到底手机是如何挖掘Pi币的呢? 其实 你只要每天花费5-10秒 点击APP 再点下它的挖掘按钮 你就不用做其他任何事了 不需要耗费手机的流量 也不会耗费你的手机的预算能力 不像是以太币 你特币需要昂贵的设备 又或者是昂贵的电费 才能进行挖掘 因为Pi币它是在云端上进行挖掘的哦 即使你手机的WiFi断开了 它还是可以照样进行 唯一你需要做的就是 每24小时 点开一次APP 并且按下挖掘按钮 目前知道Pi币的人还不算特别多 未来越是往后 加入的人只会更多 而挖掘的产量却会慢慢的减半 甚至到最后会归零 这也正式着Pi币未来会越来越稀少稀有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 当然也会越值钱啦 挖掘Pi币的APP叫做Pi New Work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从Play商店 或是APP Store下载 注册不会受区域而有所限制 只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可以下载安装并且注册 但是每个人都会需要别人的一组邀请代码 你才可以完全的注册完成 挖掘的过程 不耗电 不吃流量 甚至可以把APP整个滑掉 关掉 关机 都没有问题 只要24小时 点击一次挖矿的按钮 你就可以跟云端上的资讯做同步 而继续挖掘 对手机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 当然这个项目目前还在起步的阶段 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你一定能赚钱 但是一定能保证你不会因此而亏钱啦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投入资金 所以说这就是零成本的五本生意 但这个五本生意 潜力却是无限的大 2021年 Pi币的主网上限开始倒数计时啦 恐怕这免费的午餐也只会越来越稀少 相信很多人以前都没有跟上比特币 以太币 现在Pi币就是给你我的机会啦 希望大家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啰 我将会把我的邀请代码 以及Pi币APP的程式如何安装 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赶快跟我一起来当矿工吧 另外网路上有人说 Pi是一场骗局 在这边我想要利用我的观点 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Pi币目前还没有上交易所做交易 所以说现在来说价值本身就是零 跟2008年2009年的比特币 当时的情况一样 它现在都是免费送你 免费让你挖 一份一毛都没有跟你收取任何的费用 何谈是诈骗呢 另外有一方的说法是 Pi币是要骗取你的个人资讯 在美国 你的姓名地址及家庭电话 在每个州的电话簿上都可以清楚的查到 那何必又要这样绕一大圈来骗你的个子呢 所以我认为网路上说 Pi是一场骗局的 根本就是无极之谈 OK 那我们这边重新再跑回到开始的画面 好 就是 呃 下载这个APP 然后你要开启 然后 开启的时候他会要你来做注册 那注册呢 又必须要有个邀请码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我因为已经注册完毕了 所以呢 我可以看到我的邀请码是在哪里 就等于你跟你的朋友也要跟他特别提醒的 进入到这画面一定要找这个左上角这三条杠 然后去看这个人资料里面 才有这个邀请码 像我的邀请码是F5V43 所以呢 你看了我这个视频呢 你要去注册这一个 PiNetwork 这个名字 要把它念手 PiNetwork的话 你必须就是要 能够 把你的邀请码告诉你的朋友 然后让他再去下载 然后再去注册 然后再点这个闪电 他每天只要点闪电 就让他去跑了 不管他了 那你看看你的 拍币有没有增加 那就是你的朋友 又邀请朋友的话 他也一样 他跟他朋友 个人 又会在各多一个拍币 所以呢 每天就做一次就好了 试试看 到底这种不花钱的碗赚 又没办法 将来让你赚到钱 祝福大家 平安喜乐 阿渡 投降吧